今天的主题是爸妈我就直说了 其实在我们家有话直说的从来都是我爸妈 我爸妈他们结婚好多年才生的我 有一次我就问我妈 是不是你不用工作 觉得生活太无聊了 想生个孩子陪陪你 我妈说不是 我就想看看我这个岁数还能不能生 我感觉我妈好像从小就没有搞清楚我的性别 我小时候看别的小女孩摔倒了 妈妈就会在旁边很温柔地鼓励她 宝宝站起来你可以的 我要是摔倒了 我妈只会说站起来别跟个娘们似的 然后我上大学就去学机械了 这种专业你一听就不是我自己选的 当时我妈说要给我报这个专业的时候 我是很反对的 我说妈哪有女生学这种东西 我妈给我的解释是这样的 她说你懂啥 女人多的地方是非多 他俩跟其他父母其实很像 就是现在还在关心我为什么没有找到男朋友 我是这么跟他们解释的 你们看啊我虽然没有男朋友 但是我追星啊 追星这件事我跟你们讲和异地恋是一模一样 真的 面见不着几回 钱是一点没少花 我爸妈算是那种比较开明的 就不反对我追星 毕竟我单身这么多年 他们也是第一次见我对几个男人这么有热情 觉得不能打击我的积极性 尤其是我妈比我还关心那些男明星的状态 总问我 那他们单位能不能给他们交五险一金呢 就他们这个工作有没有编制 就在我妈眼里 你再火的男明星 只要没有编制 就配不上我这种车间一直花 其实追星很辛苦的 追星很辛苦的 有的时候我大老远去外地看演唱会的话 一路奔波 晚上到了那里 他们在上面唱一晚上 我在底下啊喊一晚上 我感觉我也累 他们也累 我妈就总劝我 你看 一段感情 双方都觉得累了 那你就该放手了